部分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是以那个三个主折 一个是Chry EPT,一个是Python,一个是Excel 那分别其实是动词,主词跟硕词 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透过Chry EPT帮我们做什么 以往我们写程式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藉由Chry EPT,而且藉由我最近的实验 我发现我现在所有课程我都直接跟学生讲说 你以后可以直接用Chry EPT帮你产生好了 然后你再慢慢去学习 不然的话,如果你像以前这样 你把你的游戏归也讲完之后 我看你也不想学,你也不想用了 因为太难了,我建议你就是边用边学 从做中学应该是写程式最好的方法 千万不要完全没有在做中学 为什么?因为程式你没有做中学非常无聊 所以以前老师在教你们那个基本语法 你讲一些什么演算法,你讲半天所有东西都昏倒了 而且叫你写那个演算法干嘛,你也搞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个问题,你要克服 工作上,那你马上就Chry EPT帮你产生程式 然后你把它弄,弄了就有bug,他帮你debug 你不会立方,他帮你解释 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做完了 我相信你会非常有成就感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听到很多学员的心声 他说,哇,老师这样很好耶 我又可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然后我又觉得一技之长 Chry EPT简直是神一样的出现 我觉得,所以你说这个AI到底能够改变什么 我觉得改变应该 有点,我感觉其实就跟网际网路的诞生 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应该差不多意思 为什么?因为网际网路诞生其实解决什么? 其实不用讲啦 你如果回头20年前 很多人会疑惑说 网路要干嘛,我学着要干嘛 可是20年之后你不会去怀疑这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东西没有网路 我看很多会死掉 而且很多事情没办法推 所以如果哪一天断网 像之前微软不是有一个更新错误 结果害了很多航班可能就没办法飞了 下方向 对,下方向 真的 电脑开不起来 电脑开不起来 你看嘛,所以没有网路 而且现在很多人出门 可能什么都没带没关系 但是手机 而且手机一定要上网 而且网路可能要吃到饱 不然的话 像我们说的 你出门没有带手机 我想你应该没有安全感 对,你更不要说你出国了 出国没有网路那简直是 如果你是跟团就算了 如果你自由行的话 有网路到哪里都方便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影响也是一样 也就是如果有AI的话 以后你要做任何程式 跟各位讲都办得到 OK 但是前提大部分还是要 popular 一点的 就是你做那件事大家都需要的 应该都找得到 那其实他的 background 其实也是一个 big data 这个 big data 理论上 他当然没有公布啦 如果我在猜 应该跟微软最早收购 GitHub 很有关 因为 GitHub 里面就是所有的工程师 就把一些层次放上去 他从 GitHub 里面其实可以收到非常多的层次 然后可以从层次里面去学习 有没有 那学习之后可以把结果告诉你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轴 那待会的话我们会来看一下 就是说大家的那个甜的问 问卷 那我来看 首先的话呢 那最多同学是友善或其他老师 那两个 所以等于大家有些已经有学过拍照 但如果你学过拍照更好 因为等于基础不管你有概念 然后再利用 CHIPT 来产生 那更好有加成的效果 然后有一个是自学的 等于一个人基础 有一个同学是完全没基础 所以没关系 反正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按照我们的进度 只是说呢可能拍照的部分 我会讲稍微快一点 就是有些地方 假如基本观念 带一下 然后弄一下 顺便可以配合CHIPT 帮你产生程式弄弄看 那可能它产生的东西不是你要 没关系 你可以再跟它沟通一下 好 情况改一下 情况改一下 改成你要的 这样就OK了 你不会写没关系 真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不会写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以往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什么科班 什么一定要志工 或者是什么资讯相关 但现在我发现你只要会talk 然后产生程式 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的部分 你要到底要做什么 而不是工具本身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AI的诞生 应该是可以把你从工具上面 给算是什么 给脱离出来 以往很多人都是一直focus 在那个工具意义上面 变得好像工具人一样 也想不到人的需求 为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你光要搞定那工具 你就没办法 你就已经陷入泥沼之中 所以有人会跟你讲说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如果是工程师 马上想到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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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你光要搞定那个工具 你就 没有了 OK 但是我去要预议之后 我发现 OK 简单 没问题 可以再怎么做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重点 最重要的是 那个老板 客户要开心就好 人家这样上班也蛮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 AI这个东西 真的是好东西 而且对我来说 我觉得可以把那个工具 工具人 给从人的 这个 这个类型提升到 工具人在上面应该叫什么 叫活着的人 还是比较接近的人 还是比较有情感的人 不然以前感觉好像 很多工程师每天都愁眉苦脸的 然后跟他讲一些需求 整个脸都坐在一起 对 开心不起来 对 但是现在好像 如果可以跟他讲什么 他很开心 OK 然后还会跟你提更多 还会稍微给你更多咨询 然后会给你从人的角度去帮你分析 对 那这当然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以后设计出来的东西就 不会是冷冰冰的 而且会比较有一些增加 比如说除了情感之外 甚至在提高上还有更有那种艺术层面 不过艺术可能就不敢讲 从工具人变成艺术人 艺术工具人 这有有有点 不过我觉得 如果有AI 这应该就比较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感 可能我的一个感受 OK 那是不是有这个CHA-GPT账 有应该都有 OK 其实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CHA-GPT CHA-GPT要使用非常简单 你就是搜寻CHA-GPT之后 只要你有Google账号 或者其他的账号都可以 就是你直接找CHA-GPT 然后里面的话 在这边有个show now show now的部分的话 你直接用Google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他像登录 我的习惯是直接用Google账号 Google账号这边有 或者是微软的 或Apple的也可以 这应该 我想应该没有其中一个 如果没有其中一个 那当然就实在是什么事都做不了 因为你的手机不外乎就Apple的 不外乎就Google的 应该没有Microsoft 应该之前有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后来被OK 所以 不过我觉得微软 它没有因为这样倒下来 而反而怎么样 又创了一个AI 因为它其实投资OpenAI很久了 而且它的占有率好像百分之四十六 不过我在猜应该不止四十六 有没有 所以之前 奥特曼他们的老板 OpenAI老板 不是被员工FIRE掉 然后他马上就跳到微软 说我已经跳到微软 好快喔 怎么这么 其实感觉好像就是微软就是 我在当你的靠山 然后没多久呢 就把那些要把它FIRE掉的那些 员工退房 所以奥特曼他们又回去了 OK 所以这个感觉好像比那个公瓶具 更 更又可以 所以你们就用Google好了 OK 那进来之后的话 马上下方就可以问问题了 那这个机密非常简单 反正就把问题 丢在这边 然后上方会有一个 那个Charge PE的版本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全新 完全都没有用过 它会直接给你用最新的4.O OK 4.O是最新的 但是因为我用过了 我已经超过那个扩大了 所以它现在只能给我3.5 但是它有的时候 一直跳那个讯息说 你已经超过那个用量了 就是说因为它有Token Token就是它跟Server 你跟Server之间的 它能够储存的一个容量 那如果超过的话 它就叫你要付钱 付钱的话这边有升级 但如果你现在不急着升级的话 其实用免费的 我是觉得3.5就很好用了 但是之后你如果觉得 愿意投资你的工作 投资你的未来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20美元的费用 应该也是还蛮值得投资的 OK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去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 上方当然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新交谈 那之前新交谈是一个中文 今天没那么漂亮 现在的新交谈又变中文的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起一个新的对话 你就按一个新交谈 OK 那他就知道你要开始跟他重新一个对话 那底下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丢在这边 那另外的话我待会做一些示范 其实跟各位讲 你也不用说咬完胶刺 因为仿天的书其实会教你怎么去使用教育 而且会教你很多的提示语 但是我是觉得用下来其实你不一定要需要那些题 提示语只是说让你锦上添花 比如说很多书都写说 要先跟他讲他的角色 什么 我是一位什么资深的派上工程师 我想要写什么什么 虚人你不用讲吧 你跟他讲就好了 他本来就是的 你还跟他讲那么多干嘛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跳过跳过跳过 因为你写那么多结果是一样的 那干嘛打 还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有需要的prong就是说 如果他实在做错了 你可以给他一些范例 我希望的结果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给他一个范例 他会比较知道说你到底最后要什么东西 这个prong我觉得是比较